我覺得食安的標準 當然是要越來越嚴格 我想這也是國際上的趨勢 但是現在蔡政府執政之後 我們就一直在看說 他當時高舉標榜的食安五環 最重要精神是什麼 從源頭管理 但是前一波 就是不過今年發生的事情 三月份發生的這個 我們看到他是從源頭開放 這些農藥的標準 這當中我們看到什麼佛派瑞 佛派瑞他其實一放寬 是100倍的標準 比歐盟就是高於100倍的標準 另外一個就是達滅分 他也是就是從2.5ppm 他把它調高到這個 整個是10ppm 就是說他不斷的讓這一些 農藥殘留的標準一直放鬆 原因何在 我覺得我真的看不懂 因為這個一方面 對國人的健康是沒有保障 一方面對我們的出口 其實反而其實是會受到障礙的 為什麼要放寬 除非這其中有一些 說不得的這一些利益 或是什麼樣 因為前一波的討論大家也說 為什麼要開放這樣的一個新藥 這個還有民進黨委員出來說 我們不是 我們是要用新藥來取代舊的農藥 舊的農藥都比較毒 所以我們這個新的農藥 是比較好的 毒性比較低的 一度還想要這樣子帶風向 但是因為民意的反彈 大家真的是覺得說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什麼新藥比舊的農藥好 你舊的你也沒有取消 所以這一連串的食安措施 其實我們都覺得是有點荒牆走板 跟荒牆走板就是說 如果我們說食安是要從源頭把關 但是現在蔡政府的前瞻計畫裡面 花了50億 是要蓋食安大樓 是蓋這樣子一個硬體 我們看不到 它源頭把關到底把關在哪裡 因為連這樣的一個標準 你都是先放寬 你將來的檢驗 那根本就沒有意義 當然我覺得這個議題 有兩個層次 一個是就是說從食安的角度來講 我們過去其實是比較寬鬆的 但另外一個 當然免不了有點點政治的意涵 因為過去可能大陸 他其實兩岸關係好的時候 他很多在檢驗上面 他可以用比較寬鬆的標準來看待 但是現在兩岸關係 其實越來越緊張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也採取一個更嚴格 但是他的嚴格有沒有錯誤 你不能說他的嚴格是錯誤 因為食安的標準 本來就是可以趨嚴的 後來我去看一下標準 它其實是有符合 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 就是我們講說Codex的標準 是有符合的 我們再去看跟日本 因為剛才啟成兄也有提到是日本 日本的標準其實跟台灣也一致 所以現在情況會變成是說 會不會有像育民委員講的說 兩岸的關係這個值得觀察 因為他如果連到 連農產品的進出口 都有受到兩岸關係的影響 那就是另外一個大哉問了 所以我們必須強調的是說 政府除了應該輔導民眾 農民跟外銷業者 他這樣的資訊 應該要公開更透明 要更及時之外 其實也應該啟動貿易談判 就是說跟韓國開始要進行談判 就是說你雖然沒有生產芒果 但是Codex和日本的標準 其實就是0.5 你可不可以開放一個標準 要求南韓把芒果的殘留量 的標準也提高是不是 這個本來就是貿易談判的一環 因為日本也是這樣 Codex也是這樣 你設0減出 對我們來講 某種程度是貿易障礙 所以我們應該進行談判 然後對內進行輔導 就是談判未成之前 你就是要告訴農民 你有任何的減出 在韓國就是賣不動 你會被退貨 在大陸現在被嚴格了 你要自己小心 這個部分我認為防疫局這一點 做得有點被動 做得不夠好 但是我會覺得說 雖然講說是食安問題 我覺得還沒有 這比較像是貿易問題